這月初我到瓜地馬拉訪問 賈麥黛總統熱情地招待我們的訪團 告訴我說 瓜地馬拉是你們的家 這份溫暖我一直都放在心裡 藉這個機會 我也要感謝賈麥黛總統 對臺灣的強勁支持 臺灣一樣 也是各位的家 臺灣和瓜地馬拉是彼此堅實的夥伴 在我出訪的期間 跟賈麥黛總統一起去參訪了 起碼德蘭各醫院 這座醫院是我們兩國合作的成果 共同守護當地人民的健康 也帶動了進步發展 促進兩國的經貿發展 也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從我2016年上任以來 臺灣和瓜地馬拉的雙邊貿易 逐年的穩定成長 去年 瓜地馬拉駐臺大使館 也成立了商務參試處 持續加深 跟臺灣的經貿交流 現在 瓜地馬拉是臺灣第四大咖啡供應國 我們也跟瓜地馬拉政府 一起在臺灣舉辦咖啡文化樂 透過定點咖啡館和胖卡車環台 來宣傳瓜地馬拉的咖啡 明天 我和賈邁戴總統也會一起參加今年的宣傳活動 賈邁戴總統從2020年上任以來 多次在國際場合為臺灣發聲 這一陣子 面對中國的軍演 瓜地馬拉也再次請身而出 給予臺灣最堅定的支持 我要表達最深的感謝 賈邁戴總統曾經說過 無論是情欲 始終我們都是同在 我也期待臺灣和瓜地馬拉 能夠繼續相互扶持 為兩國人民創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我也希望賈邁戴總統這次來訪 能帶著不只一鄉的情感和好消息 回到瓜地馬拉 謝謝 請再次